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臣 今天跟各位聊话题 本就没聊这个话题了 因为我手上刚好有个东西 今天聊的是什么呢?双截棍 你可能一听到双截棍,你可能很惊讶 这个老学究居然讲双截棍 这个可能你就不太了解了 先秀一下 双截棍 双截棍是在50年前 1973年 民国62年,我高中刚好毕业那一年 刚好是李小龙出来演了很多部电影之后 突然暴毙了 中间他演那个 那个金武门的时候 他就用过,第一次用双截棍 大家觉得说非常新奇 因为没有见过这个武器 当时在 有一个杂志叫做当代舞台 这个海峡 不是海峡 香港跟台湾,还有华人地区 马来西亚等地的人 定这个叫当代舞台 当时就请了很多香港的那些武术家,还有台湾的武术家 因为在李小龙用双截棍之前 在台湾没有见过人家死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后来就香港那些武术家就说 在他们香港的武术里面,中国武术里面没有这个兵器 所以这个兵器不是中国的 所以这个兵器是日本的 那到日本去考察就发现到这个兵器既不在各种武术里面 升级一道琉球好了 日本的古代武术都在琉球 琉球、纳霸、冲绳这地方 空主道就发芸汁那地方 那边还存在了很多的武术 另外还有在忍者 忍者在伊赫忍者 他们也没有这个武器 因为那个忍者他必须要平常要化妆成农民 路人 所以他们不方便带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明显就是一个武器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 那李小龙耍这个东西 当时很多人批评他 还有他的步伐等等等 很多那个所谓的传统武术的人 因为老师傅都批评他 批评的那个内容我就不讲 我们今天只讲这个双截棍这个东西 那因此这个电影的关系 这个东西红了 这个武器红了 好像很多人想练习嘛 但是市面上没有 因此就伤人脑筋动得很快 因此就做了很多的这种 这种双截棍 我现在手上就有好几只 那这个是 硬木的 而且后面还车了这些阶级 这个比较不会滑手 那今天我不准备捂这东西 因为这个武器要有空间 而且这个东西是 实际上这个武器 如果作为一个武器来讲的话 它谈不上是一个什么武器 因为它并不很好用 你可以看李小龙表演得非常精彩 但是它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很好的武器 但用武器来讲不是很好 当时我曾经也问过台湾一些老师部门 那老师部门说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可是他们认为说这个东西哈 有一个东西类似哈 在中国北方有一个东西叫做 是这样子的哈 在一个长杆子后面哈 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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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链子哈 然后来固定一个短棒 因为一个长杆就像比如说奇梅棍那样子 他拿这个东西来怎么 来打那个骨子 就在那个骨子在晒骨场上晒着之后 他拿这个东西去这样 用那个长杆这样甩之后 他就打上那个骨子 把那个脱力了 简单讲就是脱力用的 那个叫做哨子棍 因为是一个农具哈 所以也引发出来一些招式哈 凡是那个练过武的人哈 大概都会想象出来是有很多招式 比如说这个双截棍也是这样哈 因此就会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是两用的哈 接起来就是一个双截棍 而这个双截棍是很特殊的哈 他是一个橡胶的橡胶的 里面是木头的芯 里面是硬的外面是橡胶 也就是你练习的时候 或者是对练的时候 你打到不会痛 不会受伤 那以前还有曾经有人玩过就是 呃双方都用那个 双方戴了这个机车的安全帽哈 这个没有面罩的哈 这样来互相来互相来打 真的打 因为这个打在身上是会痛 但是但是不会不会很严重就是 用这个来互相的那个对练 真实对练对打 以前就是用这种的 那这个当时在台湾是禁止的哈 这个那个一般不准禁止贩售 他认为这是一个武器 因为李小龙电影嘛 那但是也有 也会有人在那边练习或者表演啊 那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在最近这个已经有五十年历史了哈 当时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电影哈 轰动全球 所以这个 美国人他没有禁止这个东西 所以台湾很多的厂商做这个东西外销 外销到主要的市场是美国啊 外销到美国去啊 那真正是钻的盆满钵满啊 像像这种就有好几种形式啊 我这边就有好几种形式 有的是圆形的 这个是多角的 很像那个边的感觉 这是一个多角形啊 大概是八角形的 有零有角 但这种硬木台湾不产 所以这个木头是进口的啊 那在这个之前 我自己用那个木工车床车过一个哈 那在这个里面练习的过程里面 实际上它是挺有意思的啊 如果你拿来当做一个 呃练习反应哈 练习这个耍这个玩意也是很漂亮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 可以讲讲它不是一个 一个好用的兵器了啊 而事实上在日本的各种武术里面 这个东西也没有 也没有在列入什么 变成是一个什么 智识要学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学的 十八般武艺 刀箱剑脊 斧月勾叉等等等等 最后白打 那这些东西啊 都不列入在那里面 不列入正式的兵器里面 也不是所谓的 奇门兵器 都不是啊 因为它就是一个 普通练习的一个东西啊 那这个挺有意思的 呃 我好像台湾的谁啊 周吉伦有一首歌叫 叫做双结棍啊 那因为周吉伦跟我差了 很一大段年龄啊 所以他的歌很多 我都不能接受的啊 也不太听 但是我也不知道 他在讲些什么东西 什么双结棍 什么黑袖什么的啊 实际上这个东西啊 呃 如果用来练习啊 练习灵活度啊 你怎么样去怎么样 什么大龙百尾啦 什么毒蛇土性 什么这些玩意儿啊 你用这个来练习是很好 很好 但是 他没有什么真正的 呃 战斗上的 有杀伤力啊 这个实在不会 因为 呃 我看到有人研究啊 说你拿这东西 就算打 打一只猪好了 一只死猪好了 猪的尸体 你打打击他头之后 他可能还会崩回来 又打到你 那个猪是死的 但你可能就会被 被挤的脑袋开花 因为 因为你不能 他你不能控制他 打到东西的反弹 啊 所以事实上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 呃 好的兵器 可以这样讲 没想到他店里面 他是用他用的这种道具的啊 这种的 这种的 有弹性的啊 所以他他会 他打到东西的时候 他会 还有再加上 影片的剪辑啊 所以这个双截棍 这个东西啊 实际上 呃 他是在日本 日本的大概是 在在琉球啊 这些地方的一种 一种地方性的武术里面用到 那他可能也是源自某一种 某一种农具 我刚刚已经讲过 中国北方的那个打骨子 用的叫哨子 哨子棍 啊 就是用这个类似这样 这样 只是他那个两 一个长一个短 那这是两个一样长 啊 就叫双截棍 那当年这个 台湾这个外销 这个东西非常多 所以在市面上 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 啊 这个我就 竹帆不及被窄了 反正这个长度 跟他的那个 这个粗细等等 长短 都没有定势啊 在这个双截棍出来之前 我们从小就知道 有些中国武术里面有三截棍 三截棍 三截棍下去就没有什么 四截棍 五截棍 没有了 那就是九截边 三截棍 九截边 就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软边 就是这样而已 那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双截棍这个东西啊 不在中国武术里面 所以也没有什么练法 那个时候 他当时出了那种小册子啊 还要偷偷的卖啊 那里面 其实那个小册子 当时没有录影 没有录影带可以可以看啊 但是有些 比较容易影片 你多放几遍 你拿这个东西练一练 你很快就上手 因为这个 他里面的招式啊 你就是几分钟你就上手 可以这样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啊 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啊 双截棍这东西呢 没有什么太大杀伤力 而且还对自己 还有点危险啊 根据 如果各位有兴趣 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啊 有人在做那个实验啊 拿双截棍怎么怎么样啊 那只是说 这个双截棍 给我们一点一点这个 一点一点这个idea 也就是这个的双截棍的长短 是根据你的手的长度啊 身体的长度 如果说太短 你根本就夹不住 或者是很多动作 你做不出来 太长对小孩也不行 也不能用 变成那个三截棍去了啊 三截棍的做法 又跟这个双截棍 完全不一样啊 那个双截棍 主要是它灵活 但是它只是练习身手而已 没有什么杀伤力可言啊 今天 跟各位聊这个 是因为发尸骨之忧情啊 这东西有五十年了啊 这是1973年的时候 李小龙在金武门里面用出来 所以当时在台湾很多的厂商 在做这个 发了一笔外销财 以上跟各位分享双截棍 谢谢